讓恩恩爸無言的就是這份來自 衛福部橫向通聯記錄 上投內容還原四月十四號 恩恩爸求救時間 當天傍晚五點三十八分 恩恩爸打了第一通電話 向中央一九二二求救 但對方請恩恩爸轉播一一九 接著六點零八分 恩恩爸再打第二通一九二二 還構置小孩已經昏迷 結果這通救命電話 講了將近十五分鐘 對方還是要恩恩爸打一一九 直到晚間八點四十四分 一九二二才將案件 轉送到疾管署北區管制中心 再花十二分鐘轉接新北衛生局 恩爸控訴 從第二通電話開始 一九二二花了一百四十三分鐘 才把他的救命需求 轉告北區管制中心 今天地方政府嚴重的失能 失職的時候 中央的一九二二 應該要兼顧人民的第二道防線 那那天當然收的電話也很多 那在那個時間那天大概一九二 也出了也四萬多 當然也知道 每一個發生情況的家裡的人 都非常的 就非常的急了 指揮中心指出一九二二業務涵蓋防疫管制 檢疫疫情通報諮詢等等 但就是沒有全線調度各地方政府消防局 沒有一個判斷的機制說這個民眾真的家裡 他要趕快立即把這個立案紀錄傳送出去 所以我們未來在一九二的這個SOP 我們會稍微檢討一下 對於這種不是純粹只有把這疫情的說明等等的 那可能在緊急的情況下 我們也可以來擔負一些通報 一九二二未來可能得擔起緊急調配責任 否則地方通報再次失靈 誰都不想再有下一個恩恩 今集我動不動